如果我说 其实200米历史上 有这么一位选手比博尔特还要快的话 你相信吗 先别着急反驳我 看下去就知道了 就如同标题中所提到的 你知道纯跑动时间是什么意思吗 简单来说 就是减去起跑反应和起跑的成绩 最后得出的时间 就是纯跑动时间了 咱们就拿博尔特世界记录举例 19秒19的那场比赛来说 那场比赛如果减去起跑反应0.133秒 最后的成绩就是19秒057 这个时间就是博尔特的纯跑动时间 而历史上 其实还有一位选手 纯跑动的时间比博尔特都快 而且他还曾经是最有机会击败博尔特的选手 他就是野兽布雷克 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这就开始吐槽了 原来小爬是吹布雷克贬低博尔特了 其实不是 咱们都是以事实为主 布雷克确实是没有打破过博尔特的记录 但是担任两场比赛的纯跑动时间 确实就是布雷克更快一些 这些都是有数据可以作证的 而且常看小爬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在我这里 博尔特就是最强的 好了 说了那么多废话 接下来还是让大家看看布雷克的那场比赛吧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2011年钻石联赛 布鲁赛尔占200米决赛 其实说是决赛 也就是一枪制的比赛 最后的成绩 历史第二 19秒26 根据赛后的数据来看 布雷克这场比赛的起跑用是0 269秒 如果用上面这个算法 总成绩减去起跑的话 那么得出的纯跑动时间为18秒99 超越了博尔特的19秒057 成为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位纯跑动时间 打开19秒打关的选手 这就是为什么小爬会说 单看这两场比赛 布雷克的纯跑动时间比博尔特快的原因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放下手里的砖头 拿得挺累的 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题材 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清楚 毕竟谁也没有见过巅峰期的布雷克 说白了也就是对他的一种幻想 毕竟布雷克的出现 确确实实是被博尔特带来的挑战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后来受伤 显如今也难回巅峰 十分可惜